这一场战斗 是在变身 与天一战 您有信息吗 从来没有真正打过 哪里来的信心 其实我也没有信心 能够战胜 你终于现身了 夫子与天一战即将打下 当桑桑在荒原释放出 黑暗的气息苏醒之后 夫子就已经看穿了 他的真实身份 夫子说过很多次没有明鉴 自然就不会有冥王 桑桑是浩天的分身 说白了他也是浩天的本身 如果非要说有冥王 那么浩天就是冥王 只不过是太过简单的道理 反而是越不容易想明白 其实荒原上的光明之战 就是浩天设的一个局 他用黄金巨龙来吸走桑桑 目的就是为了引出夫子出手 也正是这个原因 浩天才把桑桑这个分身放在人间 当然就是为了与宁缺产生牵连 然后再通过宁缺找出 与整个世间融为一体的夫子 宁缺为了保护桑桑在生死存亡之际 夫子终于为了宁缺出手救下桑桑 还将神龙揉成光团和人间之力 一起注入了桑桑体内 桑桑体内有了夫子的人间之力 浩天也就可以找到夫子 我不相信命运 我也不相信我的命运 要和他的命运纠缠不可分 然而事实上 在天意的安排下 这事情早已注定 浩天算计了夫子 但是夫子同样也算计了浩天 而夫子也是在赌 赌他能改变浩天 然而能改变浩天最关键的人就是宁缺 所以夫子才会顺应天意 也是为了整个世间 将人间之力注给桑桑 才能将浩天留在人间 将浩天留在了人间 才能更有效地阻止永夜 这一战不可避免了 现在他知道我在哪里 我也知道他在哪里 那么我便没有办法再拒绝他的邀请 其实我也没有信心 能够战胜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天我一直在做什么 我带你吃遍人间美食 赏遍人间美景 在你眼里人类都是楼 如今你去以楼里成了青 并且感受到其中的美好 那你会不会有那么一丝 想要留在人间的面团 桑桑听着夫子的话 脸上神性漠然 似乎夫子的话对他构成了某种威胁 此时的天空出现一道光门 浩天神国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 桑桑飘到荒原的上空 他的身体散发着黑暗与光明的交融 但是他双脚却是奇妙的洁白如玉 如两朵洁白的雪莲花 看着这幕画面 宁缺觉得自己的心被撕碎震惊的无语 夫子悠然地发出感慨 身在黑暗脚踩光明原来如此啊 桑桑的身体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脸上的神情变得越来越痛苦 无数的光明从桑桑的体内喷出 碧蓝的天空开始光明大作 瘦弱的那个桑桑已经不见 此时天空出现了一个体态风盈的女子 完美的身体与容颜 配上漠然圣洁的神性 完美到了无可挑剔 夫子望着天上的浩天手臂一阵 飘身而起 黑色的照衣在空中烈烈作响 夫子乘风而上 宁缺看着天上发生的一切 忽然感觉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 宁缺不会非只能盲目地奔跑 只恨自己无法阻止或改变正在发生的事情 只能无助地向着天空发出嘶哑的吼叫 浩天出现在天空 如风如笑 如雷鸣响彻人间 于是整个人间都知道天空正在发生着事情 人间无数的道观 无数的寺庙 无数尊贵的大人物都在望着天空 整个世间都在重复着一句话 感觉啊 夫子先生 恭迎夫子先生 恭迎夫子先生 夫子的高大身影最后看了一眼人间 渐渐消失在了光明之中 夫子望着神性冷漠的桑桑说道 想回天空 回不去了 夫子说完便触碰到了 那个神威不可亵渎的浩天 此刻浩天完美的脸上出现了极大恐惧 然后夫子领先一步飞向了神国大门